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我必须得看着这个手卡 是因为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 我不能把它讲错 这个人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叫内藤湖南 其实这个人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汉学家 这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把中国的文人化 誉为是一种能够代表中国这一世界灿烂文明的文化精神的艺术 那我们今天的结尾也是结在了文人化 其实我想问陈老师的问题就是 其实文人化是从山水化中脱胎出来的 但又不是完全从山水化中发展出来的 那中国影响中国文化的如是道的精神 我们的文化是如何影响了中国文人化的这样的一种发展 好 谢谢 我想继续要表扬商务前面的对我所讲的总结 非常全面准确 我认为准确很重要 因为它总结得非常的准确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 关于如是道这样一个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和中国文化思想基础的 这样一种文化核心和文人化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 我想毫无疑问 不管儒家 道家还是十福教 那么这个三教对于中国绘画的影响 无疑 它是潜于木画 正好像为什么桃源民他要隐移三军 为什么有核林奇学 那么道家以及在魏晋时期的玄写之间的关系 促成了他们影响 所以促成了中国影响成为一个特别的阶层 当然这种思想的影响反映到绘画之中 反映到绘画之中 就是数月之宫与月之间 那么凡人不能理解 这是古人特别谈到的对于王维的一种认识 为什么不能理解 因为它不是写实的 不是具象的 不是像唐代人物化那样非常具体的 而是越来越走向一种抽象的表达 对于笔墨意境 对于山川这种内心的感悟的产发之间的一个关系 如果没有内心 只是眼中所见 所以中国文人绘画之间 讲画木竹 那么木竹讲胸有成竹 胸有成竹是什么 我不用看到那个竹我来画 我能把这个竹画得很好 称之为胸有成竹 这是文人早期他有这样一个季节 后来变成胸无成竹 因为胸有成竹脑子里面有个概念 有个竹子的概念 有一个框框 可能画的都是千篇一律 那么要求修武成竹更加自由地去表达 所以鲁道师的这个核心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文人绘画的核心的问题 是道家对文人的影响 以自己身负方式 当然鲁道师的每一个方面的具体部分 我们不能把它切割开来 我们看到他们自己内在的关联 同时要看到这种思想影响下的 文人的生活方式 行为方式等等 因此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 历史的善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越来越走向空灵 越来越走向虚无 越来越走向血液 走向血液实际上就是离开了 以形写实 而把神已经放在很重要的 把义放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去考量 所以在文人绘画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苏东坡文东开始的 木族的绘画 就已经走向了一种 更加不同于前朝的 不同于北宋 这种院体绘画风格的 这样一种表现 毫无疑问 在文人绘画的逐渐发展过程当中 乳道是这样 对于文人绘画的影响 它是一种间接的影响 但是更多的 它往往可能是社会的表达 因为社会的表达中 它会促成它成为一个影视 成为不和前朝 想合作的这样一种政治立场 使得他们去反叛 向明代的移民画家 他们不想和清代的政权去吻合 正好像为什么后来 人们对于赵蒙古的品价不高 因为他到元朝做官 所以中国人的价值观 他乳道士的思想 他可能表现在生活中的某一方面 小到这些方面 大可能到了更宏观的 这种家国的判断 因此在乳道士的 这样一种发展过程当中 文人绘画的发展 越来越远离社会 这也正是后来 到了二十世纪初期 文人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 那些健将们严厉的批评 以至于受到致命的打击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也正是我们后来看到了 中国绘画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发展 越来越积极地入市 为社会服务 为家国服务 使得我们的绘画 远离辱道士 这样一种文人的传统 不管是亲近 尤道士这样一个文化的思想 或者文化的根基 还是脱离这个根基 在西学影响下的 进一步的发展 都成为这个时代中 他的特有一个方面 因此在一脉相传的 从长以来的 文人绘画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看了他跟尤道士 这样若接若离的 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其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因此儒家有儒家的成品 道家有道家的作为 而佛家他们自己 不管是大臣的还是小臣的 都是为家国的 还是为自人自修的 等等 他都可能影响了绘画的表达 而且他们汲取的某一个方面 可能你会看不错 但是内在的关联 往往会显示 他自身的形状 因此在一个复杂的 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很难判断 一个思想 对绘画产生 哪些方面的影响 但是生活在彼此 自小受的教育 以及后来发展中 个人的兴趣爱好 都有可能影响到 这样一种绘画的表达 谢谢陈老师 谢谢 老师 我想问您 书画是同源的 我想问您是 平时是如何以书养画的 或者是说 您平时有练什么书体 喜欢的书家是哪位 为什么 谢谢 您说这个问题 很具体又很宽泛 具体的就是 我练什么字体 宽泛到 它们如何相互的影响 我绕开你这个话题 来回答你 那么我们今天 中国的画家 中国的书法家 不计其数 以单位 计量单位 以万来计数 所以我认为 我们当代的画家 是历史上任何时期 画家 我亲眼见过很多的书法家 和画家 写了一辈子 画了一辈子画 但是我对他的评价 是没有入门 所以练什么铁 做不重要 怎么融合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建立于中国书画基础上的 文人绘画的传统 我刚刚从缅甸回来 我们有一个写生团 画画 因为我的素养 我对于中国画的理解 我认为到了那天 看那个佛塔 他们在 都做那画 弄这个凳子 做那画 因为他们受的教育 就是把素描 我也受过这个教育 但是我改变了 他们就在 一到那边就画 那个外面很热 特别特别的热 我真是钦佩这些画家 非常的敬业 对艺术的执着 我呢就找个树荫 我去那看 我那站上去拍 我就看研究 结果 后来我就想一个问题 这个塔有几层 有一个结构 我拍一张照片 我就能知道它的结构 以对景写生 是了解它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看到 有些画家画完了之后 我真是替他们可惜 我怎么把那么美好的时光 画在对景的画那个呢 我看到画也没画出 所以然出来 所以我们拎走的前一天 他们都不知道我 将来展览展什么 因为我们最后要展览的 美人画的要展览 他们没看到我画 谁也没看到我画 结果我把我的画拿出来了 他们都感叹 他说你画好像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我就是那个吴道夫 叫我去看嘉临江 我的目击于心 我回来画 我不是当场画的 所以书画的结合是这样 那么书画它是不能分开的 关键是理解 我认为灵贴不重要 你不需要天天举定 我可以告诉你 你自己是不是也画画 学书法 学书法我就给你 我提供一个建议 你如果学书法了 你天天写这很重要 但是一天到晚写没有必要 因此呢 你重点你对书法的理解 你不管灵什么天 我认为都是大中小异 我认为可以举一反三 你灵柳公权的时候 可以想严正清 灵严正清的时候 可以想柳公权 那么不管是书法米菜 你不管它灵神 我认为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对书法的感觉 我认为书法不同于写字 但是现在的书法就等同于写字 那么我也可以提供一个现实 王羲之当年写 那个伟大的南京序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它作为书法作品去写 他只是写一个序而已 是后人认为 它是一个很伟大的书法作品 因此你今天写字 一定要脱离书法这个概念 你把字写好 然后你就理解书法作为艺术的 独特的内容 以及独特的方法 然后由此 我想你要在这个书法这个领域里面 你一定会大约想 所以我绕开问题来回答你 谢谢 我理解就是把写字当作画 这也不 这理解错了 这理解错了 也不对 这理解不对 你声为话 这个你回去慢慢误 还有两个一段 谢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述 因为前一段时间 顾宫刚结束的四王展和在上海即将要开的董奇昌的画展 就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南北宗论 就是董奇昌提出来的这个 就是这一点我就想请教您 就是您怎么理解这个董奇清官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分出来 或者说从您今天讲到了王维这一段也把他画为南宗这一点 就想听听您的高见 谢谢您 我想你这个问题不用问我 你回去网上查一下 大致的答案都有 但是我今天说的时候 我没有今天没强调 因为下一章我要去讲 所以我特别没强调 我提了一句 你这个流行的女朋友听到我的言外之意 那么南北风格的形成 因为任何时期的绘画 它都有一个地域风格 不光是一个风格 比如在西方有河南化发 有英国的 每个地方它发的不一样 风格不一样 受到地域 受到自然环境 以及这个审美习惯的影响 都有可能不一样 那么北方的寻墙 南方的清晰 这好像我们南方人吃菜比较清淡 北方的比较火辣 我昨天刚从机灵回来 我一下飞机 我没吃晚饭 他们说消夜 吃什么 说烧烤 我烧烤不吃 结果不吃烧烤 还找一个喝粥的地方 还不太好找 但是你到南方去 遍地都是喝粥的 你要找一个烧烤 还不容易 那么这就是地域风格 当然在绘画中的南北 南北东 那么这是实际上 是在董西商之前 就有一个明确表现 只不过董西商 说出来了 说出来以后 大家认识了 那么使得 从晚明之后 成为一个潮流 但是也有人说 南北中是一个伪概念 我说也不一定是个伪概念 但是南北中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那么只是说历史上 对于南中画家 北中画家的划分中 有不合理的部分 当然这不合理的部分 因为后人一定要把他分成南北来 当时他没有南北 正好像我们今天 我是个南方人 我到北京来了 工作了 我工作了三十多年 马上几近四十年了 你说我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你没法 我在老家再生活了二十年 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年 那么你很难去分别 这就是后来 把他作为一个体系去认证的时候 硬要把这个画家 分为南中和北中处的问题 如果不硬去分他的话 他本身是没问题 因为在审美中 确实有这样地域性的差异 而这种地域性的差异 在中国绘画中是很明显的 那么董元居然和景浩关同 大家刚才看了图 是明显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这种地域不同 可以去做一种理论上的总结 可以去归纳 但是归纳一往源头的时候 你一定要谨慎 因为源头的时候 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你一定要去表现它就很难 这好像我们说山水化的体验一样 你非得要说 顾凯兹那个就是山水化 说是那个汉代的绘画里面 有很多 你要说是山水化 也未尝不可 但是没有必要 因为它会把你一个理论 会做到一个狭隘的一个圈奏 好 谢谢陈老师 我实际上是刚刚听到您提到文人化 在古代的时候是如是到三个精神文化的影响之后的一个结果 我是很想知道文人化对于当下的一些文化的影响结合 以及未来中国的文人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吧 谢谢 谢谢您 文人化没有当下 也没有未来 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变化 我们没有辱到事 所以我们你看了天下之画 我们美食学院教的没有一个是叫文人化的 还是叫你去对着画素描 我也是 我受过专业的训练 画过人体模特 画素描 画素写 我受过这个训练 我所跟别人不同的是 因为我是研究古代艺术 所以我抛弃了那个以后 我自己就是看着 想着 我不是对准去画 所以文人绘画在二十世纪遭到了秘顶自在的发展 因为徐别宏要推出现实主义 要改良中国化 所谓的改良中国化 就是中西融合 中西融合只是一种绘画技法上 就是说绘画原来传统的人物化 唐代人物化 没有一个画阴影的 没有画立体的 那么所谓的中西融合 因为你传统的文人化不画阴影 不画傲托 那么我现在结合西方的画法 我画傲托 那么传统的文人化用水墨表现 色彩用的很少 那么我现在色彩用的很多 那么为什么说文人化没有当下 文人化的时代是工笔绘画 削减 强调书法用 但是现在反观 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大写一画 不是说没有人画 大写一画已经处于末流的末流 主流是工笔 为什么 工笔有很好的市场 那些老板们一看 这个人画得很像 画得跟真的一样 头发画得一丝一丝的 他有很好的市场 相反的你如果像诗涛 八大 像齐白石那么画 我曾经写文章说过 齐白石还是画那个画 现在参与要全国没展 他根本就选不上 因为这不在我们时代之内 所以文人会画没有当下 也没有未来 但是布牌子像我这样的人 仍然在画我心中的文人画 谢谢 谢谢程先生 因为儿童是未来 我现在想问个您 关于儿童教育 这启蒙的美术教育 你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现在市场上 关于儿童的培训 有一些号称自己要发挥创造力 有一些可能就是 进行一些基础的素描啊什么的 然后我的孩子可能不到六岁 已经去过这个美术馆 老师们组织区 画一些白俄斯多斯展 然后画一些素描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方向 因为自己本身也不是这方面的 也没有学过美术 所以希望能听到您的一些建议 对于儿童教育 美术教育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说了 你也不会听我 我还是让我看你这个话题 我连幼儿园都没上过 我更没有上过什么儿童班 小孩子本来好好的 你让他添加去发展 让他自己想画什么画什么 你非得让他画素描去 吴道次也没画过素描 王国也没画过素描 顾凯茲也没画过素描 反之 这些历史上伟大的画家 都没受过早期的儿童美术教育 早期的儿童美术教育 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产业 因为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 要找一份工作 或者要磨一份猜 那么我很简单 我没有其他本事 我有本事的人 不做儿童美术教育 那么一般来说 都是画得不怎么好 但是要找个工作 美术学院毕业了 然后我办一个班 然后开始忽悠你们孩子都来 讲儿童教育怎么怎么重要 怎么怎么重要 你殊不知 我们都没受过儿童美术教育 所以我说了 我说了你不会听我的 你该回去叫 你孩子该干嘛干嘛 该玩就玩就玩就玩 所以儿童美术教育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 因为讲实话 我跟你再讲一个 客观的事情 中国的美术教育 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 中国现在你不能说 有多少美术学院 有多少大学里面 有艺术教育 你就不能那么说了 只能反过来说 你现在要数一数 现在还有哪个大学 里面没有艺术教育 你想我们中国 13亿人口的中国 能养得了那么多的画家 未来中国的社会问题 就是因为画家太多了 因为你看到 现在社会上 那我现在我学了画 我怎么办 我没办法生活 画家太多了 我希望你孩子不要说画 你要说画 你真是害了他 因为这是一个 要么就是疯疯天天的 要么吃的 要么是颠的 要么像三高跟耳朵的 没有好处 其实刚才这个家长 我知道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陈老师也是开玩笑 但是其实我儿子也是12岁 我也没让他学过画画 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 就跟陈老师说的一样 把绘画 把钢琴 把舞蹈当成了一种 或者是考级 或者是升学 或者是谋生的一种 更技能性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些都是艺术 艺术是什么 艺术是它在我们的血液里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孩子可以不会画画 不会弹钢琴 但我的孩子一定会欣赏音乐 一定去美术馆会欣赏一幅画 我觉得艺术应该回归到 它最本真的目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学会欣赏美 而不一定每一个人 都是美的创造者 所以是这样的 感谢陈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听到陈老师讲 从那个汉代的画像砖的 我们这些画工画匠 到这个王维就开创了 文人画的这个开端 那么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王维把我们的 标志着我们中国的 知识分子的这种 独立意识的这种觉醒 或者说他在画和书里面 是不是把我们的这个知识分子的 或者说文人的这种哲学 通过他的书画体现了出来 另外可能刚才那个听友问的 那个就是人文化的精神 文人化的精神 对当下的意义 我理解的就是 是这种文人的这种思想 是不是这种思想 对我们当下有什么启发 谢谢 我理解 我很赞同你的这个理解 因为他这个理解 可能高于一般人之上 我们有心灵相逢之处 因为文人他很个性 他可能处于世事相维伍 他的独立的精神品格 这是中国文人化的 独特的价值 所以中国文人绘画 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 失去了他的品格的话 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 最大的品质 因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 我们反复强调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中 中国绘画的独特性 这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独一无二 就是因为基于中国文人 而不是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文人是一个特别的概念 所以正如同陶渊明以来的 七弦等等 这些影视呢 他所创造的中国文化中的 一种独立的精神 和独立的文人的品质 基于之上的中国文人绘画 所以不是一般人 所能理解 我是为什么说 中国文人化 没有当下也没有未来 因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基础 因为我们这个基础完全伤势 你看我们现在大学里面 教授造假的 这两天又弄什么 什么叫基因组合的 这个反人类的 什么事都有 那么这些问题的出现 他再也不会讲到一个 文人独立品格的问题 所以我们谈到绘画的时候 我们很多那些画家 削尖了脑袋 要参加全国美展 那以致使得 全国美展中的画千篇一律 因为你不这么画 你不把他那个头发画的 一丝一丝的 你选不上 你要再协议 像齐白胜那么画 那门都没有 你不参加全国美展 那你就 不能加入中国美学 你不能加入中国美学 品质称又有问题 品质称有了问题 那你工作收入也降低 工作收入降低以后 上有老下有小 都有问题 所以文人的品格 我也在想一个问题 我现在特别想做一件事情 我想影机 我想请问各位 我影机到哪里去 哪里都要看 身份证都要看户口 朝阳大马早就给你举报了 说来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 在我们这样来了 那都是问题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现实 所以我说文人艺术 没有当下 也没有未来 只能由三五知己 在一己的所好之中 发展自己 我真的告诫我自己 画我自己的画 我画我自己心目中的梅花 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仅此而已 那么我们古人 我们很多那些 著名的影视们 影于江湖 影于世纪 不管大人 还有什么影 他都是有一种 独立的精神 和人人的评论 所以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未来的发展 如果缺少这样一种 文人的脊梁 或者文人的品格的话 不管这个楼盖度高 不管这个桥 能不能驾到美国去 穿越太平洋 我想这个多不重要 因为失去了生活的本征 缺少了我们文人艺术中的 那么美好的内容 而是我们仅仅去看 那个穆纳丽莎 穆纳丽莎确实很美 我也很喜欢威尼尔 也喜欢很多 伦布朗都喜欢 但是我想我们中国艺术 不同于它的 这政治 基于中国文化基础上 那种独特的内容 那么这种独特的内容 如果我们基于教育的目的 我们都告诉孩子 中国会画 其办事为什么伟大 为什么有八大三人 画一条那个鱼 两个眼睛 三百眼的鱼 能卖一个多亿 两亿 为什么 这是还有的这一种战 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 有效的教育传统 如果我们不能把 中国水墓艺术 中国文人艺术 传达给我们下一代的话 那么这种历史的断层 是由我们这一代开始 因为我们谈这个断层的话 是从二十世纪开始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 所以用教育的方法 重新来挽回 我们中国文人艺术 在二十一世纪 它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身份 尤其是这种血缘关系中的基因 这个基因如果一改组 像这两年改组了 现在就基因改组了 一改组了以后 现在出问题了 所以现在要保持 这个基因的纯正性 使得回归中国文化 传统中的核心的价值观 我想这是一件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特别精彩的回答 我想我们每个人 在欢声笑语的同时 其实也在深深地思索和担忧 对于中国文人化的未来 所以非常感谢陈老师 精彩的解答 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 热情的参与 我们担心之美的第三讲 唐代绘画与文人化之祖王维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